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等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 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易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易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易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易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它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它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它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 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笔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下面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调医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个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兑换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验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 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泰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我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啊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啊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啊 直接点返回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BTC了 第五步呢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1万U 但是呢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1000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流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件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懵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限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想等价格低一些来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限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限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列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 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二二年十一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二零二三年四月份 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 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双号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陆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陆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获一样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原创中房报 中国房地产报 2月18日 自然资源部公开通报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专项督查发现 弄虚作假和调查不认真 把关不言典型问题 合计16起 自然资源部透露 国家自然资源督查机构 于2023年12月至2024年2月 对2023年度全国国土变更调查工作 同步开展专项督查 聚焦耕地流入流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县级调查阶段 各督查局抽合图班 167.83万个 实地督查了434个县、市、区 发现问题图班1.7万个 占抽合图班总数的1% 为切实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严明纪律 确保调查数据真实准确可靠 自然资源部决定公开通报 近期督查发现的7个弄虚作假典型问题 和9个工作不认真 把关不言 造成调查结果中 耕地面积错误超过1000亩的典型 在弄虚作假典型问题中 通报显示 北京市大兴区北藏村镇政府 顺义区北小银镇、北小银村村委会弄虚作假 在樱化地面附土 养区调查自查未发现问题 山西省大同博信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弄虚作假在樱化地面上附土 天镇县调查自查未发现问题 大同市检查及山西省核查把关不言 未发现问题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水口镇政府 和松溪村组织 以临时移种甘蔗、定点摆拍方式 虚假举证 造成耕地调查不实等 贵州省遵义市岁阳县弄虚作假举证 将1278.1亩灌木林地、强木林地等其他农用地 调查为耕地 县级政府对调查工作组织不利 责任落实不到位 县级核查留余行事 重庆市壁山区大陆街道办工作人员 在开展变更调查工作过程中 采取养殖水面监察古庄方式举证 调查人员将88.53亩县状不符合水田调查标准的图班调查为水田 弊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未对举证材料严格审查 在工作不认真 把关不言问题中 此次通报指出 河北省苍州市苏宁县将10个图班共2313亩公路用地 错误调查为耕地 苏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查未发现 苍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查未发现 浙江省湖州市无心区政府 落实对本行政区域内调查成果质量 副总则要求不到位 该区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县级成果 涉及耕地流出图班调查不实 抽查发现全区251个现状为建设用地 原地、林地等非耕地图班错误调查为耕地地类 面积2473.36亩 陕西省安康市和兵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履行国土变更调查主体责任不到位 调查单位违反调查工作要求和技术规程 导致3343.9亩耕地调查不实 安康市自然资源局检查未发现 内蒙古自治区部分期限将4328.5亩的 为利用地图班错误调查为耕地 相关期限自然资源局自查未发现 自然资源部表示弄需作假问题 性质恶劣、工作不认真、把关不严问题 具有一定点形性、严重影响调查结果真实性 必须坚决杜绝要采取重点督办 移交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等措施严肃处理 依法依据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 今日热点、泪目、古灵新电影中隐藏的他被发现了 据裁判文书网显示 张某在1998年12月16日因犯抢劫罪、强奸罪、盗窃罪 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经减刑于2016年3月8日刑满释放 2021年11月1日七时许 张某携带事先购买的尖刀来到湖北省竹山县某公园 欲实施抢劫 张某沿步到登山时见到被害人朱某 女、末年21岁、独自爬山便尾随至公园山顶平台处 趁朱某坐在石凳上戴耳机听歌之时 截取苹果手机一部 张某持刀挟持朱某到平台下灌木丛中 因朱某反抗并呼救 张某为灭口持刀朝朱某连续筒刺 致朱某死亡 张某逃离现场后将杰德的手机变卖 次日16时许 张某返回现场实施了侮辱尸体的行为 并将遗留在现场的尖刀等物装进塑料袋 下山丢弃于河道内 法院认为 张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暴力手段当场截取他人财物 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为灭口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杀人后侮辱被害人尸体 其行为还构成侮辱尸体罪 因依法并罚 张某抢劫杀人 致一人死亡又侮辱尸体 犯罪性质恶劣 情节 后果严重 因依法惩处 最高法裁定 核准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2022 恶行中226号 维持第一审 对被告人张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决定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经人民币5000元的刑事裁定 事件回顾 2021年11月1日清晨 21岁女子朱某田到湖北竹山县 南山公园晨跑后失联 她一向有晨跑的习惯 经常不到6点就出去跑步 她习惯沿城区的赌河河道跑一圈 再去南山公园 然后8点左右回家 11月1日七十四十分许 外出晨跑的朱田田与父亲通过一次电话 家人迟迟不见她回家 他们查询监控看见 朱田田最后的踪迹 出现在竹山县南山公园 一条人机稀少的山路上 报警后 当地民警也动用了多种警力多方查找 11月5日上午 朱某田的遗体被发现 11月8日 竹山县公安局通报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张某 南 41岁 竹山县人 陆戳 支持判决 近期 热点 综合 四川新闻网 成都气象 四川气象 龙年开工第一天 大家睡醒了吗 未来几天 要出门的注意 我要报天气了 四川气象预计 今天白天到晚上 我省大部 以多云道晴天气为主 24小时内 盆地最低气温 7到10度 最高气温 20到23度 目前成都市气温 普遍在9到11度之间 预计今天白天 天空云亮较前几日略有增多 但部分地方阳光依旧明媚 最高气温21摄氏度 傍晚 东部半有3到5级偏北阵风 但是注意 降温马上就来了 据X四川气象消息 预计20到24日 我省将有一次明显的降温 降水天气过程 盆地大部 和阿坝 甘滋 梁山三周东部 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7到10度 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0摄氏度 冷空气影响时 有3到5级偏北风 局部达六级或以上 盆地普遍有小雨 局部中雨 其中22到24日 有雨假雪 高海拔山区有小雪 局部中雪 川西高原 和潘西地区 阴天见多云有震雪 雨 部分地方有中道大雪 另据成都市气象台介绍 20日开始 受冷空气影响 有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日平均气温累计下降7到9度 周平均气温为9.0摄氏度左右 将历史同期略偏高 周降水量为2到6毫米 将历史同期偏少 成都近几日天气预报 龙年开工第一天 寒潮已到港 中央气象台已发布 寒潮橙色 沙尘暴蓝色 大风蓝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精神同时发布 寒潮橙色预警 沙尘暴蓝色预警 和大风蓝色预警 龙年首场寒潮也开工了 将温预报图 动成深红色 中央气象台 近日六时 发布寒潮橙色预警 受寒潮影响 预计 2月18日至22日 五国大部地区将自西向东 自北向南 先后出现剧烈降温 平均气温普遍下降8-12度 新疆南疆盆地 内蒙古大部 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大部 东北地区 黄淮 江淮 江汉 江南 华南中北部 及贵州等地气温 将下降12-18度 其中 内蒙古中东部 东北地区 及湖北 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 累计降温幅度 可达20摄氏度以上 2月23日前后 最低温度 零摄氏度线 将南压到苏晚中南部 至湖南南部 贵州南部一带 2月18日080-20日080 新疆南疆盆地 内蒙古大部 西北地区东部 华北北部 东北地区 黄淮 江淮 江汉 江南北部等地 将降温6-10度 其中 南疆盆地西部 内蒙古大部 东北地区大部等地 降温12-16度 局地可达18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 近日60 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 预计 2月18日080-19日080 新疆南疆盆地东部 西藏中西部 青海南部 甘肃河西 内蒙古中西部 辽宁中西部 等地 将有5-6级 阵风7-8级的大风 国海 国海海峡 黄海北部海域 东海北部海域 将有7-8级 阵风9-10级的大风 2月19日080-20日080 西藏中西部 青海南部 甘肃河西 内蒙古中东部 辽宁西部 和南部等地 将有5-6级 阵风7-8级的大风 国海 国海海峡 黄海大部海域 将有7-8级 阵风9-10级的大风 中央气象台 近日6时 继续发布沙尘暴 蓝色预警 受冷空气大风影响 预计2月18日080-19日080 新疆东部 和南疆盆地 内蒙古西部 甘肃南部 明夏 陕西大部 陕西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有阳沙或浮沉天气 新疆南疆盆地西部 和南部 明夏北部 陕西北部 局地有沙尘暴 温馨提示 厚衣服 别着急收起来哦 点击下方卡片 关注四川日报官方微信 猜你还想看 租房10天花2万 退房要把马桶擦干净 官方通报 他 也突然宣布 退出春节党 买不到返程车票 不能按时上班 算矿工吗 近期热门视频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四川日报视频号 教队 元月 寒潮加大风 四川迎来降温降雨 局地降温超时摄氏度 四川日报 耀文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召开 新华社消息 2月19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召开 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等 会议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要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 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推进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 城乡建设发展绿色转型 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多部门联合开展全国数据资源调查 国家数据局19日发布消息 为摸清数据资源抵数 加快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价值 国家数据局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国数据资源情况调查 调研各单位数据资源生产存储 流通交易 开发利用 安全等情况 为相关政策制定 试点示范等工作 提供数据支持 地方 北京部署2024年三一联动重点工作 近日召开的2024年 北京市三一联动工作会议指出 2024年 北京市卫生健康工作将贯穿服务首都城市 战略定位和服务人民健康两条主线 突出服务大局 三一协同发展 治理及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三个重点 贵州全面提升贵阳贵安卫生健康水平 近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 中医药局和疾控局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支持强行会和贵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在引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强化公共卫生服务保障能力提升 推动健康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五个方面 明确是九项任务 旨在全面提升贵阳市和贵安新区公共卫生水平和医疗服务能力 科技 新研究 高枕并非无忧 新华社消息 一项新研究发现 使用过高的枕头可能诱发自发性追斗脉夹层 而这是导致脑促重的原因之一 日本国立循环器官疾病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 近日在欧洲促重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 使用高枕头时 脖子的弯曲程度较大 尤其在翻身等导致脖子转动的情况下容易损伤血管 因此应避免使用过高的枕头 研究人员将高度超过12厘米的枕头定义为高枕头 将高度超过15厘米的枕头定义为极高的枕头 港科大研发出早期检测阿尔茨海默病新技术 新华社消息 香港科技大学19日宣布 由该校领导的一支国际研究团队最近成功开发了一项前沿的协议测试 科早期检测阿尔茨海默病和轻度认知障碍 准确率分别超过96%和87% 有关研究结果 近日刊载于阿尔茨海默病与认知障碍症 阿尔茨海默病协会期刊 国际吸毒过量致死者持续增多 美俄勒冈州考虑叫停毒品合法化 新华社消息 美国俄勒冈州于2021年2月正式实施号称全美最宽松的毒品法规 110号法规 允许持有少量毒品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全国因吸毒过量死亡人数2023年超过10.9万 同比上升0.7% 而俄勒冈州的吸毒过量致死人数同期却激增11% 由于毒品泛滥 吸毒过量致死人数持续增加 俄勒冈州议会正考虑叫停毒品合法化 英国出台指导意见支持学校全面禁止手机 新华社消息 英国政府18日出台指导意见 支持校方完全禁止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 根据该指导意见 学校可以禁止学生在学校的任何时间和地点使用手机 英国教育界人士对此表示欢迎 认为这一政策将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改善学生在校表现健康小提示 出现这些症状警惕颈动脉狭窄 颈动脉狭窄是指可引起脑圈穴的颈总动脉 或颈内动脉的狭窄甚至闭塞 严重的会导致患者残疾或者死亡 目前70-89岁人群中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多达63% 重度颈动脉狭窄患者即便采用有效的药物治疗 两年内脑缺血事件的发生率也高达26% 颈动脉狭窄分为无症状性颈动脉狭窄和有症状性颈动脉狭窄 大多颈动脉狭窄患者在早期没有什么症状 偶尽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 严重者可出现四肢麻木短暂性单眼失明或者舌头不听使唤 无法讲话等症状 这些症状大多很快就会消失 大部分患者在数分钟内即可恢复 因此不太容易引起注意严重者可能出现不可逆转的脑梗死 导致偏瘫、言语障碍、意识障碍等 一些患者还会反复发生逐渐加重 其实颈动脉狭窄是可以治疗的 合理的治疗能有效避免脑猪中的发生或复发 治疗的关键在于及早发现及早干预 今日天气2月20日20时至21日20时 新疆南疆盆地、西藏大部、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江汉、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道中雪或雨假雪 其中山东、河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北西部、河北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北部、西藏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道暴雪 湖北东部、江淮、江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道大雨 其中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河南 河南 河南